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现在的息率也是吸引 到现水平来说 相对上是七年流上的估值 另外它也不是说没有增长 像数字产业那些 近年来说都加大投资 还有你看到近期的季节来说 收入方面也有一个不足的增长 而它的派息也希望能够增加它的派息比率 其实它过去都是四成多五成多 接下来它可能有机会调整到七成这个水平 对于它的业务 其实也不需要太担心 因为你的经济 其实不是太慢慢回暖的 我觉得暂时来说 除非你的疫情真的会变得很差 但是这些电信业务来说 它的需求 就是一些硬需求 有些什么是一个potential 对它来说 真的是很大 的不利的影响 又是要你减费 但是这些是un expected 你预估不到 你之前也不是没有试过去 都已经是试过来的 是不是要它再减费呢 因为我觉得 除非真是很差很差很差的经济情况 才有机会发生 否则的话 我觉得就 在暂时看到就不需要太忧虑 因为都要给它们赚回一轮钱才行 因为其实你开始都要去投研那些6G 已经 这个你5G 其实走了几点 你要开始给它们赚钱 它才有赚钱投下去 不是就比较难搞些 你那个业务稳定 新业务的数字化 其实对它们来说 都是未来的增长的动力在 而且你越来越多视频 对它们的流量的需求 亦都会更加大 然后息率是吸引 防守性亦都是强 未来的派息 其实希望它亦都会增加等等 在这些市况之下 真是想去抠一些股份 专资电讯股 今天来说是很明显的 钱在市况比较波动的情况之下 就流入了它的股份 除了中的电讯 728之外 我们又抠一下 914 914 都是可以吸引 整体的看法 其实都是同一支728 都是大同小异